生长速度慢 繁殖率低 产荣量少 传统的养殖方式出现瓶颈 如何走出生产低谷 依靠科学来养殖 凭借技术提效益 本期能网天帝为您介绍 河西荣山羊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荣山羊是以产荣为主的山羊品种 羊绒不同于羊毛 它具有纤维细 轻柔 保暖 美观 手感好等优点 被人们誉为软黄金 我国列入品种制的荣山羊品种有三个 分别是辽宁荣山羊 内蒙古白荣山羊和河西荣山羊 在科学养殖的推广下 如今 荣山羊养殖已经逐步步入了科学化轨道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河西荣山羊的科学养殖技术 在我国广大农牧区 大多采取的是传统养殖的方式 王国珍是甘肃省天驻藏族自治县石门镇的一位牧民 养殖河西荣山羊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 虽然养羊经验丰富 但经济效益始终不高 除了养羊外 还要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广科学养殖技术 王国珍意识到传统养殖技术的不足 以前我们是传统养殖经济效益地 因为地域没有睡时打盆 冬天太冷 夏天太潮 第二 没有科学次草料一样搭配 河西温山羊生长速度慢 出来体重地 产量 温产量地 常年发生垃圾 流产死亡 第三 没有防御措施 如果遇到传染病 打量死亡 牧民出身的王国珍 开始学习科学养殖技术 不仅购买了大量书籍 而且还学会了使用电脑 现在他已经通过了国家考试 成为了一名农技员 并在2009年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领村民们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今天我们就走进王国珍的养殖专业合作社 看看他养殖的何西戎山羊 有什么独特之处 何西戎山羊 原产于甘肃省何西走廊北部 宿北蒙古族自治县 和宿南玉固族自治县 以及周边的九泉 张叶等地 何西戎山羊 饲养历史 已经有几百年了 产区少数民族 以羊肉 羊奶 羊绒 为主要生活资料 在当地荒漠 半荒漠草原 及戈壁生态条件下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 和人工选育 形成的 何西戎山羊 属 绒 肉 皮 兼用型 山羊品种 2009年 列入甘肃省 畜秦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 何西戎山羊 能在高山悬崖峭壁上 采食牧草 一年四季中 都是采用放牧养殖方式 早晨将何西戎山羊放出 让其自由采食 何西戎山羊 放牧期间 一般不需要专人管理 只需要晚上将其赶回羊圈即可 晚上回圈之后 还要进行一次补私 这种养殖方式 大大节省了劳动力 何西戎山羊 除了放牧外 还需要补私 粗料一般使用 当地产的燕麦草 每年秋天 牧民把乳熟后期的 整株燕麦草收割后 进行补存 供何西戎山羊补私 燕麦草营养价值很高 其紫实蛋白含量在15%左右 使用燕麦草作为粗饲料 既可降低成本 也可以提高何西戎山羊的采食适口性 精料 一般使用全价混合饲料 因为绒毛的生长需要许多蛋白质为基础 因此饲料中需要混入含蛋白质较高的饲料 如鱼粉等 此外精料中还需要混入含流添加剂 因为含流添加剂能够促进绒毛的生长 增加绒毛的弹性和强度 羊圈环境对羊绒影响较大 羊圈应建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 最好是建在两山之间地势较低的山坳里 这样能有效降低寒风的清晰 羊圈旁还要建设运动场 羊圈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 羊圈顶部应加盖万通板 万通板是塑料中控保温板 冬季可以保暖 夏季可以防潮 要想养好河西荣山羊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好种羊 那么河西荣山羊选种羊有什么要求呢 养殖河西荣山羊 第一就是提高羊绒的产量和质量 第二是提高它的产子率 那么在选择种羊时就要注意这两个方面 在河西荣山羊选种羊方面 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出生阶段 出生阶段看这个母羊产的是不是双高 双高的留作种羊用 因为母羊产的是双高 小羊就会遗传母羊的基因 这种羊羊再产双高的概率就会更高 因此选择种母羊最好在双高的羊里能挑选 到六月零还要进行一次筛选 这个时候会则体高 体长 看它的牙齿发育 绒毛生长 生殖器发育等情况 各方面都比较正常的 会把它作为后背羊留用 一般来说 选用种用的公羊 体重要在15千克以上 体高在65厘米以上 体长在65厘米以上 背毛长度在20厘米以上 绒毛细度在15厘米以下 选择种用的母羊 体重要在12千克以上 体高在55厘米以上 体长在60厘米以上 背毛长度在15厘米以上 绒毛细度在14.5厘米以下 到了12月零 要进行最终的筛选 公羊体重要在27千克以上 体高在75厘米以上 体长在80厘米以上 背毛长度在25厘米以上 绒毛细度在14.5厘米以下 母羊体重在22千克以上 体高在65厘米以上 体长在70厘米以上 背毛长度在20厘米以上 绒毛细度在14厘米以下 实验表明 河西戎山羊2到5岁0 产容量最高 从5岁以后逐渐开始下降 因此 如果以产容为目的 河西戎山羊 种羊的利用年限不宜过长 要使种羊中的羊 绝大多数集中在2到5岁0 应及时淘汰老残羊 保证整个羊群的产容量 要想养殖效益好 繁殖率出茸率都得高 什么样的新技术可以实现 两年产三胎 为什么说出茸量的秘密 隐藏在饲料里 更多的养殖新招 请您继续关注 河西戎山羊养殖技术 有了好体格还不够 要想提高繁殖率 最关键的还是要采用 先进的繁殖方式和技术 这么一来 传统的自然繁殖肯定是落后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 人工繁育呢 这里有一项新技术 要介绍给大家 在传统饲养的条件下 由于没有科学的四草料 营养搭配和暖棚养殖技术 河西戎山羊 一般是在秋季发行配种 次年二到三月份产高 每年只能产一胎 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因为秋季 母羊体况较好 有利于母羊的配种 母羊产高后 正赶上春季 春季气候温暖 同时牧草比较丰富 有利于羔羊的生长发育 但是为了提高羊绒的产量 王国珍采用了一项新的技术 可以实现两年产三胎 这是一项什么新的技术呢 通过山羊 同期诱导发情 人工受精配准技术 实现了两年产三胎 母羊同期诱导发情 人工受精技术 是指利用外源性激素 人为的控制母羊的生殖生理 诱导母羊同时出现发情和排卵特征 并进行适时人工受精的一项繁殖新技术 该技术相比于传统同期发情处理 主要区别在于经过同期发情处理后的母羊 发情时间高度集中 并可以在没有观察到发情表现 或者不需要鉴定发情 准确有效的进行人工受精 从而保证了受胎率 减少了因发情表现不明显 或隐性发情而造成的漏配现象 使发情鉴定与人工受精技术 结合的更加合理 不仅提高繁殖效率和母羊的利用率 而且更适合于大规模养殖和集中配种 那么具体是如何实现两年产三胎的呢 因为何其容山羊 妊娠期为150天左右 产后40多天 母羊可再次发情配种 因此用激素制剂人为的控制 并调整一群母羊发情周期的进程 使之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发情 以便于合理的组织配种 把促进母羊发情排卵使用的药物 混合到饲料中 母羊食用后便可促使母羊发情 母羊发情后再对其进行人工受精 母羊一月份第一次配种 六月份产高 九月份第二次配种 四年二月份产高 四年五月份第三次配种 四年十月份第三次产高 这样便实现了两年产三胎 采用这项技术 大大提高了种母羊的利用效率 降低了养殖成本 同时提高了荣产量 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增加了 目前已经完成推广受配 和西荣山羊母羊五千多只 配种后的母羊就进入到妊娠期了 妊娠期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两个阶段 母羊妊娠娠前期 也就是妊娠的前三个月 这个时候管理的目的是保证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 要保证妊娠羊所需营养物质的供给 早晨八点将妊娠母羊放出 妊娠母羊要单独组群放牧 放牧尽量选择相对平坎的地形 最好选择距离水源比较近的操场 有利于母羊及时补水 驱赶羊群要缓慢 每天下午五点将羊群赶回圈舍 母羊回圈后要进行一次补寺 补寺要使用精料 每只羊每次补寺0.3到0.5千克 精料中含流添加剂的比例为2% 怨身后期不再进行放牧 要在眷舍内进行管理 这个阶段胎儿生长发育迅速 对营养物质的需要也显著增加 但核心荣山羊采用两年产三台技术 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 羊绒的生长季节从每年的7月份开始 到次年的2月份结束 其中9到12月份为生长高峰期 生长量占全年生长量的7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年产三台技术 第一次1月份配种 5到6月份为妊娠后期 第二次9月份配种 次年1到2月份为妊娠后期 第三次次年5月份配种 次年9到10月份为妊娠后期 这样的话 前两次配种 妊娠后期所需的营养 与绒毛高峰期所需的营养 恰好错开 而第三次配种的妊娠后期 就会和绒毛生长的高峰期 产生营养相互争夺的情况 绒的生长需要许多蛋白质为基础 如果此时管理不当的话 会使河西绒山羊产容量明显下降 所以在这个时期 河西绒山羊的饲养要格外注意 9月份以后 绒毛生长速度加快 胎儿生长同时也加快 这时就需要增加营养了 这个阶段主要是为秋季储存的燕麦草和配合好的精料 每天早中晚要思维三次 每次按照鲜味粗料再为精料的顺序思维 燕麦草撒在眷舍内的地上 让羊自由取舍就可以 其中燕麦草每只羊每次约四位0.8到1.2千克 饲料配方中蛋白质饲料的比例要增加到15% 含流添加剂比例要增加到5% 这种饲料配方更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同时也能补充母羊妊娠后期营养的消耗 促进绒毛的生长 每只羊每次四位0.6到0.8千克 出生到三月龄断奶的小羊称为羔羊 有70%的绒囊原始体在这个时期发育成绒囊 绒囊是生长绒毛的组织 核心绒山羊产容量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绒囊的数量和发育状况 绒囊数量多发育好 核心绒山羊产容量就高 此阶段如果母乳不足 会造成核心绒山羊容量少发育差 进而影响到核心绒山羊一生的产容量 尤其是一月份配种生产的羔羊 七月份正是绒毛刚刚生长的时期 所以羔羊阶段在管理上一定要注意 羔羊出生两小时内就要吃到出乳 出乳的营养价值高 不仅能够促进核心绒山羊容囊的发育 还对羊羔增强体质抵抗疾病 排除胎分具有重要作用 并且是提高羊羔成活率的关键措施之一 羔羊出生后几乎每隔三个小时就要吃奶一次 以后逐渐减少 再来说说母羊 母羊产高后体质虚弱 需要尽快恢复 所以母羊产后三个月内一般不进行放牧 要在眷舍内进行管理 这样能够随时给羊羔提供母乳 这个阶段被称为哺乳前期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具体要做好哪些管理工作 这个阶段羊羔生长发育较快 需要更多的营养 由于此时羊羔的胃发育不完全 所需的营养大部分要依赖于母羊的乳汁 所以哺乳前期必须加强哺乳母羊的营养 每天早中晚要给母羊四味三次 主要四味燕麦草和配合好的精料 燕麦草每次每只母羊四味1到1.5千克 精料每只母羊每次四味0.4到0.6千克 精料中蛋白质饲料的比例为12% 含流添加剂的比例为4% 每次四味都要按照鲜味燕麦草后味精料的顺序进行四味 一个月后也就是到了哺乳后期 此时母羊就可以进行放牧管理了 羊羔身体还比较脆弱 暂时还不能进行放牧 哺乳后期放牧时间不要太长 早晨8点将羊群放出 放牧时游走一定要缓慢 赶到指定的场地后 让母羊在一定范围内采食牧草 此时高羊还以母乳为主要食物来源 到了下午3点钟就要将母羊赶回眷舍了 小高羊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大口大口的瞬息母乳 母羊哺乳完后要进行一次补四 补四要使用精料 每只母羊每次补四 0.1到0.3千克 精料中蛋白质饲料的比例为10% 寒流添加剂的比例为3% 15日龄的羔羊就会逐渐去吃一些四草和饲料 逐渐适应它们的味道 为断奶做准备 1月0以后的羊羔 每天除了吃母乳外 还要对它们单独进行一次补四 提早补四有助于羔羊提前返除 使流胃机能尽早得到锻炼 促使肠胃容积增大 咀嚼机发达 补四使用羔羊颗粒饲料 羔羊颗粒饲料 经过熟化处理 适口性好 不仅能够促进羊羔的生长发育 而且其含有的硫化物等添加剂 还能够促进羔羊 溶囊的发育 提高羔羊日后的产容量和容品质 颗粒饲料的四味量 要随着羊羔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1到2月0的羔羊 每次每只四味量为0.1到0.15千克 2到3月0的每只每次补四量 为0.3到0.4千克 一般来说 到了3月0 何西荣山羊羔羊的容囊 已经发育90%以上 这时就要对高羊断奶了 断奶以后 何西荣山羊就进入了育成羊管理阶段 此时羊的留位机能基本完善 可以采食大量牧草和其他粗饲料 此阶段羊枝以放牧为主 每天8点要将育成羊放出 驱赶的速度要缓慢 让羊群自由的在草场采食牧草 此阶段补充混合精料 能满足其营养需要 能使育成羊体重迅速增长 体质健壮 而且还能促进其绒毛的生长 增加产容量 每天下午5点将羊群赶回卷舍 归卷后要进行一次补四 补四使用精料 每只羊补四 0.5到0.7千克左右 在绒毛生长的高峰期 精料中 蛋白质饲料的比例为20% 含流添加剂的比例为7% 如果是作为肉用的 和其绒山羊到了15月龄 体重在30千克以上 就可以出栏了 无论是哪次配种产的羊 只要是3月0以上的和其绒山羊 在每年的4到5月份 都要进行一次剪毛和抓绒 绒山羊一般是先剪毛后抓绒 抓绒前 应让羊空腹10到20小时 春季天气变暖时 绒山羊绒毛开始脱落 此时要及时抓绒 避免散落遗失 抓绒使用专用铁梳子 梳子顶端均成圆凸形 以免刺伤皮肤 抓绒时需要先将羊枝放倒 然后将羊的四个梯子绑起来 先把羊的长毛剪掉 然后就可以开始抓绒了 抓绒时 要用梳子顺毛而梳 梳子紧贴皮肤 用力要均匀 不可过猛 以免抓破皮肤 在抓绒过程中 要挑出夹杂的羊毛 确保羊绒的纯度 抓绒要进行两次 一般第一次抓绒后 经过18到25天 再进行第二次抓绒 以便将羊体上残存绒抓进 这样可以提高总产容量 平时细心观察 羊是否有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 按季节 趋至绒虫 节节虫等 趋虫后 羊体重可增加17%左右 羊体质好 有利于羊绒的生长 增加产容量 同时也降低了 何西荣山羊的死亡率 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何西走廊地区冬季多雪 如果遇到大雪的天气 就不再对何西荣山羊进行放牧 但由于山羊爱运动 需要把它们赶到运动场进行四位 四位使用秋季储存的烟麦草 天柱县木叶基础脆弱 草场退化严重 加之何西荣山羊采食量大 对草场破坏比较严重 因此在当地实行轮木 轮木可以有计划地利用草场资源 保证每一块草场都有一定的间歇恢复时间 避免了过度仿木 对草场造成践踏和破坏 并且可以使何西荣山羊常年都能得到牧草 保证其运动量和正常的生长发育 从长远来看增加了牧民的经济效益 放牧饲养的方式加上精细的管理 使得何西荣山羊的肉质和绒毛品质非常好 用何西荣山羊绒毛制作的产品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经济价值也非常高 王国珍通过科学养殖何西荣山羊 不仅自己实现了制作 也使养殖合作社社员的收入增加了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走科学养殖之路 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红 好了 今天龙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龙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